商量 说老师如果真是有一天 到了百年之后 我们怎么给老师打点他身后之势啊 庄子呢就开始跟他的学生讲 说我死了以后啊 什么东西都别给我准备 他说我就用整个天地做棺锅 做我的这个大棺材 日月为莲碧 星辰为珠基 万物是我的藏品 好家伙这一说起来 比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楚王墓啊 汉王墓啊 比什么亡灵都要奢侈啊 他用天地日月当莲碧 玉和珠基啊 都作为他的陪葬品 跟他在一块的 他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 就把我直接给扔出去就完了 学生呢不敢 学生想想说老师 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 扔在外面 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 然后庄子想一想 告诉他的学生们 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 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鹰啊 乌鸦呀 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 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 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 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 有朝一日木头朽了 人也烂了 我喂的呢 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 楼窟啊 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 我不非 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 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 口里的食物 喂地下的东西呢 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 不都是被吃掉吗 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 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 其实这个说法 让我们会想起 现在在西藏地区 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天藏 也就是说人死之后 希望他的这个肢体 被这些个仍然在飞翔的 天上的飞禽带走 能够重新在天界 以一种有形的形态 回到他生命的本初 可能在很多文化中 有一些理念都是相通的 那就是说 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 我们社会上现在 有很多抗癌俱乐部 对吧 有很多的抗癌明星 其实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 那几乎就是判死刑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 有的人就能活很多年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种 内心的这种条理 他乐观 那么他自己不惧怕死亡的时候 奈何以死拒之 这个死亡有的时候 是你心里的一种暗示 其实庄子从来是一个 不惧怕死亡的人 他不惧怕的方式 就是乐生这两个字 也就是说活得好 比怕死要强得多 这个观点呢 跟儒家的思想也会不谋而合 这就是孔夫子 回答他学生的那六个字 叫做未知生 焉知死 人活还没有活明白的时候 你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呢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 儒道相通 他给我们的都是一种温暖的情怀 和一种朴素的价值 就是活在当下 永远是这四个字 人是活在当下 在当下堪破了名 穿透了利 甚至不惧生死 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能有多大呀 这是一份大境界 大家会说 庄子看破了这么多 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 对他来讲 已经无所挂碍了 那他还在乎什么呢 其实 庄子在他那个时代 是一个内心有所判断 但不一定要转化为行动的人 民间有这么一个笑话 说有两个人呢 在填头 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 努力的在那种麦子啊 这个干活啊 干得汗流浃背 另外一个人呢 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梁底下 喝着茶 哼着小曲 然后干活的人 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 在道德上 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朗汉的 所以他就说 你看看你 你这么懒惰 你以后吃什么 喝什么呀 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 然后乘梁的那个人就悠悠闲闲的说 那我问问你 你现在这么卖命的吃苦受累 你又为了什么呀 他说我为了丰收啊 他说那你丰收为了什么呀 他说丰收以后 我就可以用我这么多的粮食去卖钱呀 而乘梁那个人又问他 卖了钱以后你想干什么呀 然后戈麦子这人说 等我卖了钱以后 我衣食无忧了 再遇到这样的炎炎夏日 我就不必下地干活 可以找一个树荫 躺着喝茶哼曲 我就可以悠悠闲闲的享受生活了 然后 现在在乘梁的那个人告诉他说 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在过着这种生活了 所以啊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未来的梦想 其实大家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个笑话吗 有很多时候 我们随手可得的事情 但是被我们观念上一个误区给遮蔽了 可以说 庄子在他的一本书里 留下了很多隐约的他生活的影子 在这里面有很多判断 跟儒家彼此呼应 只不过儒家所看中的 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 永远看中的是人在此生中 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成全 而道家看中的是更高况的 苍天上人的精神自由 他看中的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 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思想 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 但道家这个思想 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 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 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 所以从这个影响来讲 看过庄子很多的故事 会打通他的一套生命哲学 这不简简单单是以积极或消极而论 而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体系上 给我们建立起来参照系统 以庄子的话说 人生至高的境界 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 也就是说 堪破内心重重的繁离障碍 得到宇宙静观 天地辽阔之中 人生的定位 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 让人真正成为人 让我们的内心无所居忧 让我们风发扬丽 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 只在当下可以堪破 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 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庄子告诉 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 站在大境界上 就会看到天生我才必有用 而站在小境界上 只能一生碌碌无为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 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 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 于丹庄